看他会不会有一些直接的队位啊 布顶加林纳利也是完成了登场 古斯玛好球 古斯玛严射防守 只要给他一个动身两三米的距离 他就能在空中做各种动作 篮下古斯玛的反跑 完成了两分的打击 二加一呢没有能够打出来 反而出现进攻反规 还是六分差距 小熊斯跳起回船 古斯玛中距离应中 怀斯玛转身之后呢球掉 普尔 这算不算是 怀斯玛给普尔的球呢 我才是需要这种呢 在无球端的更多积极体现 古斯玛一打一造成了犯规 古斯玛在这段时间站出来了 无差别的难打 而且在对抗到古斯玛的时候 是有点被动 古斯刚上来的出手 古斯玛再挑里夫斯 看这一回越打越自信 转身之后的出手 再次完成命中 防复住古斯玛了 古斯玛有下线 再转移漂亮 这次转移到上线的翻身 5.3秒的时间 看看古斯玛怎么选择 直接来一个超远三分 出手命中 古斯玛单节比赛 再取三分 因为这种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 是会判定到底是 进攻方先犯规 还是防守方先犯规 就看谁先出一些犯规动物 就看谁先出一些犯规动物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